全天候灾害监控与管理系统 搭载光纤、雷达、监视器 结合远段监控与灾害决策平台 达到全方位监控与管理 当人员入侵时 借由光纤围离分段监控并启动监视器转向录影该区 现场构警画面及时传回行控中心 同时现场警铃喝止入侵者 行控中心掌握现场状况后解除警报 通知列车正常行驶 当义务掉落于轨道警戒区 由雷达及时侦测 并启动红外线监视器做录影 经由行控中心影像辨识分析 义务未落于轨道上 为求谨慎通知列车慢速通过 当轨道边颇土石松动 由雷达先行侦测到土石滑落 冲断光纤而警报 作动监视器将画面传回行控中心 行控中心及时确认灾情 完成救灾申请 藉由系统自动计算维修资讯 并发讯给就近维修人员前往处理 同时讯息传讯到决策主管 决定列车停驶 应掌握及时讯息 与自动化维修任务调配 大幅降低列车停驶时间 迅速排除灾害并复驶 音乐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